大家好,这里是苏小河批评书 今天一天大家应该是特别的伤感吧 特别伤心,我跟好几个朋友聊天 基本上男人都是气疯了,处理愤怒 真的是特别生气,心里堵得慌 而性格稍微温存一点的人 像我这种人,性格算是稍微温存一点的 这种什么感觉呢,就觉得心里像吃了个苍蝇似的 特别恶心,真的,你心里割了个苍蝇 你吃饭也吃不下,看美景也不行 然后做事也做不下去 我是一个倒头就能睡的人 我真的是居然都出现了一个小复杂的失眠 睡了一会又醒来了,想起这些事 我觉得心里像吃了苍蝇似的 大概一天又爬起来 又看自己的这个被子里面 挺干净的呀,没有苍蝇 最恶心 然后呢,女性同胞的话 那基本上就是已经哭了好多次了 眼泪啊,就泡在眼泪里面 我们家这狗子在那里一说着说着就哭起来了 饭也不好好吃,被我骂了一头 哎呀,真是,这就是人间啊,这就是世界 真的,真是有大黑暗将面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这些人怎么办呢,是不是 真的很难受 今天我们这里下雪啊,下了超大的雪啊 车都埋了一半了,真的是 然后辛苦我有一大皮卡 然后把它刨了刨,挖了挖 刚才我还开着车出去走了一会儿 哎呦,我在雪地里面蹭蹭蹭的 幸亏我有强大的四驱系统啊 哎呦,在这个外面也没人了啊 因为雪太大了,大家都没出来 雪地里就我一个人,然后超大的雪 然后这个时候我觉得世界好干净了 真的是,突然我发现我看不见人性的黑暗了 我只看见大雪,真的是,心里很赶 然后心里有哈尼诺,赞美住 哎呀,你看我们这两天应该是最让我们恶心的 虽然我昨天做了一期,我还是想说啊 就是我们的这个看上去 简直完美的不得了的这个彭斯啊 真的,说话太让人气愤了 真的是,完全变了一个人 以前我们在中国的时候啊 也经常会遇到有人突然之间一夜之间就变了 在真的有一夜之间,比如说我有好几个朋友 今天晚上一块吃饭 还跟我们在一起骂共产党啊,然后谈什么改革 然后说中国怎么走向民主自由 然后这个怎么样去回归常识 怎么样去保持知识分子的独立思考能力 怎么样做一个意见领袖,说的好好的 那第二天早上起来发现他所有的言论都变了 开始骂,开始说共产党好了 开始说毛泽东是国父了 开始说这个习习近平是大大了 他的年纪都跟习近平差不多 喊他大大 哎呦是,然后骂,开始骂我们这些知识分子了 说这个哎呦各种 然后我们每天就看着这些事情 就觉得一开始就不理解 然后后来的就觉得是个玩笑你知道吗 然后后来我们就开会的时候聊天的时候 我们就说一个人他如果一夜之间 就完全变了一个人 完全就变得你跟不认识似的 不可思议 你沉默结舌 你不知道他发生了什么事情 他说就只有两种情况 一种情况就是这个人 肯定半夜的时候估计是被鬼打了一棍子了 打傻了 然后一下子就变成了一个另外的人了 那一棒棒打打晕了知道吧 另外一个人呢 就另外一种人 可能这天晚上他就被一坨钱砸晕了 是吧 或者被一个漂亮姑娘 美丽不可慎收的身材好得不得了的姑娘 一晚上睡傻了 哎就这么两个原因 这是中国中国叙事啊 通常我们遇到中国人 如果是突然有一个 完全一个不一样的感觉的话 我们就会这么认为 但是没想到这种故事就发生在彭斯身上 你前两天还在那里信誓旦旦呢 我们要计算每一张合法的选票 我们一定要找出每一张非法的选票 我们一定要把大选的武必要查清楚 我们一定要让一切都曝光 我们要捍卫美国民主 请大家放心 我和川普一定会为你们战斗到底 也请你们放心好了 完了以后第二天起来发现完全变了 还居然今天说了一句特别恶心的话 说是什么 美国今天的情况 展现了美国民主的强大的复原的能力 你什么意思 那你之前你做的事情就是不民主了 是不是那现在你搞这个舞弊就是民主了 那你之前不民主那你作为一个人 你到当时你在干嘛呢 就是我我们看问题吧 就是你如果如果从头到尾你是个坏蛋 那我反而能理解 你说奥巴马他就是个坏蛋 你说南希佩洛西你说书莫 你说各种各种妖娥子 他就是一个混蛋 他就是要作恶的 像索罗斯他就公开的说我就要拆毁美国 知道吧 他话说的很明白 那我反而释然了 你就是这样吧 是不是 问题是你以前不是这样子的 你就装了这么多年了 你说话不是这样说的 完了以后你突然变一个话 真是太恶心了你知道吗 哎呀你去看着这个世界 我早上还是 你说你没有地方找安眉 我就感谢上帝 我有信仰我有圣经 你就是谁说的一句话 就是马丁诺德说的一句话 他说马丁诺德怎么说 他说在这个世界出现的 让我们无法理解的大肆虐的时候 我感谢上帝 因为我可以紧紧的抱住圣经 我跟你说实话 这句话一说 我现在都想掉眼泪 真的是 你说我们这些人 你说有什么盼望呢 你说面对这样的一个黑暗的世界 你说你除了紧紧的拥抱圣经 你还能做什么呢 你说是吧 真的让人特别难过 真的是 我告诉你 我对这个川普总统 被这么多恶人构陷 我不难过 为什么呢 因为他本来就是一个神迹 美国不配出现这样的人 结果他偏偏出现了 你想想2016年的时候 民主党从一开始他当选 就没有一天承认过 他是一个合法当选的总统 从第一天开始 就不断的去构想各种罪名 要弹劾他 要独立调查他 要弹劾他 搞了一次又一次 最后弹劾终于搞不成功了 就是熬到这个四年到头了 终于抓住这个武汉病毒 抓住这个邮寄选票 抓住这个数字高科技的 崭新的犯罪的手段 然后终于就把这个 川普总统就给赶下去了 然后终于就 就堂而皇之的 臭不要脸的 就是国会认证的 拜登做总统 我不生气 真的一点都不生气 因为奥巴马他们 就是想走到这一步 他们没有退路 他们必须要这样走 我不生气真的是 我也不生气 川普到这个时候 还没有采取雷霆的行动 因为他也是个人 他有万贯的家财 他也有他的软弱 你说是不是 你设想你设想一下 假设你是他的话 你你是这么一个格局 你会采取所谓的雷霆行动吗 你会你会真的 似乎你完全走这个干起来吗 我告诉你 你不要高估自己 你不会 就就包括我这么一个 所谓的小中产吧 小中产日子过得不错啊 不缺钱花嘛 那肯定的是不是 有自己的大房子啊 有自己很喜欢的汽车啊 还有自己心爱的妻子啊 你说你怎么会 说要为了一个国家 为了一个制度 为了一个职位 我就干脆就撕破脸的 我就开始干起来的 我不会走到这一步的 真的 所以我一切我都不怪 我真的不骗你 我这个时候我最难过的 就是彭斯这样的人啊 就是你说的好好的 你坚守你的信念 你你比谁都表演的 这个合你 但是你最在关键的时候 你完全变了一个人 你就你就看了 所以我今天早上说过的 就是你啊 你真是这个世界 我们呢就是成了一台戏啊 真的是 就是我们这个人类社会 就是一台戏啊 就严格谁看 严格世人和天使看 有两种人在看的 一种是这个世界的人在看我们 一种是天使在看我们 一切都是要交账的 你说你这个世界 你彭斯演60几岁的人 那你能不死吗 你为什么要把事情 做到这一步呢 是不是 为什么关键是 为什么你要前后 这么大的反差呢 你如果从一开始 你就表现得像一个流氓 像一个恶人 那我根本就不在爱护 我谁我看一眼 对你看一眼的兴趣都没有 是不是 还有很多这样的人 你就看着 我说的就是这个世界 我们就成了一台戏啊 你看这个之前我们大家都抱以期待的 这个跟汉姆是吧 这个也是一个看上去 也是长得很正确的一个参议员 啊 你看他这个时候 他就开始啊 这个要谴责暴力 你这个时候 你当你谴责暴力的时候 你得要想象这个暴力 这个冲进国会的这些事情 到底是安提法啊 还是这些川普的支持者 你得先把这个事情搞清楚 是不是 你看见这个什么 这个是那个谁 哎 那个Crew 叫什么 一下子我 一下子我讲不起来 一个众议员的 这个阿拉巴马州的那个 那个老哥们 他就说 已经有足够的正义机 显示这个冲击国会的这个事情 就是安提法一手导演的 而且相关的视频都已经看见了 太多了 资料太多了 非常容易 非常容易找到证据 非常容易锁定他的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你们这些看上去很正确的大脑 你这个时候你不去做调查 你反而就上来就谴责暴力 你到底就谴责谁呢 你是谴责安提法 那你就说好 谴责安提法的暴力 你如果谴责川普的支持者 他有暴力 那你把话说清楚 完了以后 说完了以后就说 热烈祝贺拜登和Harris 当选美国的下一届的总统 美国需要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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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这些话 就有什么意思呢 你的心 我说过无数次 你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 因为我们是有限制人 我们不要去首先去判断对和错 我们要判断真和假 对吧 这是因为我们是人 我们有时候 我们认为是对的事情 有可能是错的 我们有时候认为是错的事情 还有可能是对的 你说是不是 你说阳光 今天阳光特别大 把一个人晒伤了 你说这个阳光是 到底是对的还是错的 那你不能因为你皮肤晒伤了 你去责怪阳光 阳光是没有错的 这就意味着我们有时候去 这个判断对错 有时候是有问题的 但是人可以做到判断真假 就是你到底你 这个 这些冲击国会的人 到底是哪些人 你把这个事情真和假的 弄清楚的人 你在表态行吗 你说这就是 曾经支持川普总统的 国会的参议员 在关键时刻 他就出卖了他的良心 出卖了他的信仰 关键时刻 他就与魔鬼站在一起 真的 人性就是这样子的 我特别的难过的 真的是 虽然我道理都懂 你要知道我们是读圣经的人 圣经里面对人性的那种黑暗 那种灵症便捷 那是跟你描述的是清清楚楚 你比如说 你比如犹太人里面有一批非常优秀的 所谓的知识分子 叫法利塞人是吧 他们为了杀耶稣 他不仅仅这个 他们自己构陷 他自己的权力有限 他构陷不了啊 是不是 然后就把这个案子送到罗马人的手上 罗马他是什么 是外邦人 是吧 罗马是罗马人 是不信上帝的人 然后就借助罗马人的这个 这个叫做什么法律 那么罗马人的法律是属世的法律 而这个犹太人的法律 是来自于上帝的法律 之后他永远不要上帝的法律 而要什么 要罗马人的法律 然后借助罗马人的这个十字架 把耶稣钉死 你说是不是 今天这个这个 美国的共和党这帮人 他可不就是这样子吗 整个建制派都背叛了川普 但是他们知道他们搞不定 因为川普的支持者太多了 这时候他们就借助民主党 借助deep state 然后呢把川普赶下台 是不是这个道理啊 人性真坏 你就想想 哥伦海姆这些人到底是什么货子 你真是让人特别的恶心 就吃了苍蝇一样的 我还是那句话 如果你一开始你表现他特别坏 那也就无所谓 比如说罗马尼这个人我就不反他 因为罗马尼从一开始 他就不喜欢川普 他就反对川普 他就各种妖怪子 他自始至终就是这样 他就是不喜欢川普 他就是要搞就是要赶川普下台 他基本上虽然他是个共和党人 是所谓的民意上的共和党人 但是他一直 他就这么表现的 他也没有因为之前表现的好 而现在变坏 也没有因为过去变得坏 现在变好 他一直就是那么坏 他坏得坦坦荡荡 我觉得挺好 哎呦这个人性真是 我最受不了的就是伪善的人 你还有一个人 这个叫做金里奇 金里奇之后 之前我做了一些节目专门讲过他 是美国的前众议党 一直都是川普都认为他是他的最好的 政治的盟友 两个人私交不错 这会儿也掉链子了 哇 然后居然就开始夸彭斯 说彭斯这个人啊 是个有勇气的人 在最关键的时候 是站在宪法这一边 没有站在党派 或者是没有站在这个某些政治人物这一边 那意思很明白 就是彭斯最后的关键是 他站在了这个宪法的这一边 没有站在共和党这边 也没有站在那川普这一边吧 然后就对他加以表扬 问题是你还是那句话 宪法可没有说规定 这个选举一定要有舞弊好吗 是不是 如果你不承认有舞弊 那你组织人马 你去把它调查清楚不就得了吗 没有人不让你调查 现在川普这边就是没有说什么别的 就是你要查清楚啊 你很不过有最年轻的那个议员 就是我们要查 包括克鲁兹也说 我们要成立一个特别调查小组 要把这个事情查清楚 查清楚这个事情就是 刚才我说的最简单的常识吧 我先不问对错 但是我先要跟你求一个真假 是不是 这才是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 最理想的 也是最可以拿出手的一个方法论嘛 又是个人性到这个时候 你说他败坏的什么程度 人怎么就那么的容易摇摆呢 真的我这个时候 我除了批评彭斯 除了批评这个什么金里奇 也批评这个哥瑞汉姆 真的我对我身边的很多个 曾经支持川普的华人朋友 我也表达 表示是一种无以复加的难拨 有失望 我看到有个人在推特上说 川普不是说要干嘛干嘛的吗 怎么一点动作都没有啊 你不就是中国的赵紫阳吗 你把这么多美国人忽悠到 华盛顿DC去你想干嘛 然后你又没有行动 我宣布我从此以后 我再也不去做一个川普的粉丝了 我要跟你决念 就是说这些话 还是那句话 你一个人之所以活在这个世界上 你的很多东西都不确定的 比如你身体不确定 当然不确定的 我们二十几次说容光幻发 一头秀发 完了以后这个什么 皮肤光化啊 然后这个肌肉发达 等到我们五十多岁的时候 毛也掉了 然后满脸的褶子 你身体多么不确定呢 是不是 然后我们的信心也是这样子的 我们早上还信誓旦旦 比如说我们当年 我们我们找女人的时候 是不是 第一次在跟女人约炮的时候 我们话说的被谁都动听 那睡到了以后呢 那马上就变得翻脸不认人 是吧 就马上就开始睡下一个女人去了 人心是农民不确定呢 是不是 这些都可以理解 都可以理解 但是你有些东西 你人一定要有一个恒定的东西 你是不能够放弃的 如果你放弃了 你还是人吗 那不是人了吗 就像你做一个农民 你可以放弃很多很多东西 但是你有些东西你是放弃不了的 比如说太阳光 你没有阳光你怎么种田呢 是不是 他就这个道理非常简单 所以我们说我们的基督信仰 它是一个非常科学的信仰 因为他都是跟你描述很多前提条件 你是不能失去的 就是没有上帝 我们怎么能成为一个人呢 是不是 那你这个道理其实是非常深奥 但是也是非常简单的 深奥的我们根本就理解不了 我们还不如干脆去简单理解 那么你如果用打比方的方式的话 你确实可以理解的 刚才我说的嘛 你必须要相信这个阳光一定会普照 否则你怎么种田呢 你没法种田 那阳光是你作为农民种田的前提条件 那信仰也是如此啊 你看上帝说的阳光 上帝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 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 你如果说这个世界上不下雨了 你怎么生活呢 是不是 这个东西很很简单的道理啊 所以西方人他有时候他有些人他懂 但是现在慢慢不懂了 比如说海明我写过一本小说 叫做明天太阳照常升起 但是这句话是个什么意思呢 你会觉得很很无聊 你知道吧 明天太阳当然照常升起了 问题是为什么他要照常升起呢 是因为你对太阳的升起 保持一个绝对的信心 你相信太阳一定会升起 对吧 这就是信心 如果你觉得今天晚上 你一定就完全放弃了 没有信心了 觉得明天太阳无法升起了 那你说活在这个世界上 你还有什么希望呢 还有什么盼望呢 所以我告诉你人呢 活在这个世界上说容易也容易 因为中国人就很容易 你昏迟等死呗 睡一睡喝一喝操一操 一辈子就过去了是吧 死了就死了 但是一个辈子人一活一辈子也不容易 你因为你必须要永远的锁定 一个终极的价值观 你才赔得叫上一个人 如果你没有这样终极价值观 不稳定的话 那你在最关键的时候 你一定会掉链子 你一定会犯错误 一定会让自己死无葬身之地 那彭斯就是这样子的 他是一个没有价值观的人 他是一个满口谎言真的是 而且隐藏的很深的大戏子 很多个政客都是人 为什么我们说政客政客呢 你看我刚才举了一堆例子 他都是这样子的 所以我还是那句话 关键时候 我们除了批评别人以外 最多的还是要反思自己 当我们看见彭斯 看见哥伦汉姆 看见金里奇 看见中国的这些川粉 一瞬间就发生了信仰的大崩溃 信心的大崩溃的时候 这时候你应该问你 问我 我也跟他们是一样吗 如果你有足够的信心 你告诉你自己 我跟他们不一样 即便是我先 下一秒我要死去 我这一秒我还是坚持我的信念 因为我们支持川普 我们不是支持他这个人 我们是支持他这样的一个人 在这样的一个黑暗的时代高举圣经 高举我们的传统 高举我上帝的话语 这是一个神迹 这是我们所日益期盼的一个神迹 终于来到我们的面前 我们即使死了以后 我们要支持这种现象 你要知道 我们还不知道 再等多少年 美国历史上再会 再一次出现一个 手里拿着圣经高举起来的 这么一个总统 这是多么不可思议的事情 就在我们的身边 然后我们曾经支持过他 然后这会儿 因为你的人性的软弱 然后你放弃了他 等于是放弃了你的信仰 放弃了你的生命 这有什么意义呢 谢谢大家